欢迎回来新闻现场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政治焦点 我们首先要祝各位爸爸复兴节快乐 然而今天这一位爸爸 他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他出新书了 两位女儿还亲自出席 给足了惊喜 把郭台铭也逼哭 然而您还记得吗 在三年前初选时 郭台铭也出了一本书 因此外界好奇 这是参选其手势吗 同一时间被认为会挺郭到底的 彰化宪议长谢点灵 突然抛出了震撼弹 他说不支持郭董独立参选 对此郭台铭强调 团结主流民意是自己最大的目标 他也准备要连办十场的大型造势 似乎溅在线上 夫妻俩有搭配身穿的粉色衬衫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举办新书发表会 要写给年轻人的备忘录 相关用语也要年轻化 这本书如果出好了 我们可以出第二期或第三期 我说我们又不是蜘蛛人 对 一期一期的 台下笑声一片 但郭董似乎 内建麦克风 太紧张了 太紧张小出贼要化身为郭爸爸 选在父亲节出新书 而神秘嘉宾是两位女儿 当场把郭台铭惹哭了 父亲节快乐 爸爸加油 这声音喊的正是郭董想听见的 因为三年前要选总统 竞选步骤也是先出书 只是下一步是否独立参选 原以为会挺郭到底的议长谢典玲 公开表态不支持 地方势力是否有变数 国民党的中常委正任中也到场 而郭台铭参选建在弦上 将准备连办十场的大型造势活动 首站选择屏东 而八月下旬将前往南投 而郭台铭也要展现外交实力 将与日前首相麻生太郎会面了 在没有见面之前 我们作为客人都不好说什么 只是触犯新书讲出这句话 是否说给自己听 各自解读 台湾有句话 人爱让他们疼的 TVB的新闻洪富豪年轩 台北差不多 好的 让我们知道郭台铭跟侯友宜 都赌信关公 而针对郭台铭动作评评 侯友宜近半在昨天公布了一段影片 强调关公众然诺 守诚信的精神 这被解读是对郭董转手为攻吗 但今天侯友宜强调 他说不清楚郭董的安排 因此是无法评论 而面对郭董依旧态度暧昧 侯友宜选择先把炮口 对准台面上的敌人 针对赖清德喊话 两岸可以变成朋友 侯友宜要赖清德别再自欺欺人 说现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就在台湾 来这里是要谢谢大家的帮忙 因为争议确实大家很适合 继续和小鸡开便当会 想重振母鸡姿态 坦言这几个月被压着打 内忧外患全都来 被问整合是否已奏效 侯友宜看了身旁立委参选人后 校出声似乎也是在对郭董说 要踏基层人数我还是有优势 大家都要纵然落且礼顾 而前一天选办才请出关公神像 强调纵然落守成性 很难不被解读 这话是对郭董说 难道对郭以转手为攻 到底郭台铭董事长如果来安排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所以就没有办法评论了 只冷冷回了几句 似乎想说你想干嘛随你去 毕竟要开战还不是时候 真正的敌人得先伺候 不想跟中国成为敌人 可以当朋友 那你怎么看到两岸论述 国际媒体都报道过了 现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在台湾 耐清德不要自欺欺人 我侯友宜一定是 坚守民主自由 侯友宜两岸论述 宪法九二反对一国两制 交流增加信任 和赖清德抛新剧 除了和平四支柱 加码说没要反攻大陆 是中国想并吞台湾 两岸可以变朋友 柯文哲抛五互相 认识了解尊重合作谅解 蓝白诉求和平基调没变过 倒是九合一失利后 绿营的抗中保台 当然得转个弯 重新来 好非常多的事情都发生在八月八号复兴节这一天 包括了民众党选在今天公布了一份内参民调 恐怕让蓝绿双方都笑不太出来 我们看看这结果显示 柯文哲跟赖清德都突破了三成 唯独侯友宜依旧落雷大姐 但为了下架民进党 国民党和民众党 似乎也替彼此保留合作空间 部分的立委选区没有互推人选 柯文哲也明讲说 不会抢许晓星跟罗志强的选票 然而母鸡不急 小鸡很急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罗志强 虽然公开喊话 他说一定力挺侯友宜 却不忘称赖柯文哲 是能够沟通的人 现在这个内参民调 看起来跟赖清德是真的蛮近的 这个侯市长离得比较远一点 反正具体的一个数字 我们先卖个关子 节目中主动释放讯息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不受各种纷扰影响 内部民调持续走强 要杜绝所有整合谣言 柯跟赖还是在量子纠缠 不管是在所谓年轻的选民 跟知识选民这一段 民众党跟柯文哲这边 是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存在的 强调有所本 民调时间就在7月31到8月5号 柯文哲跟上一次比 支持度在攀升持续破三成 赖清德也上升超过三成 两人相差约两个百分点 至于侯友宜 上一次18.5% 这一次依旧没破两成 而且还往下滑 跟国民党的内参民调 讲侯友宜超科感赖差很大 柯文哲怎样都没理由 屈居副手甚至退选 等着当隔魁 他其实有背负越来越多 选民的期待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是有相当的这样的一个底气 决定要参选到底 在野最有实力的 真的就是在柯文哲这边 抛出最新数字当筹码 要蓝营在总统追局 别再打算盘 不过立委选战 似乎有合作空间 像是新北五股卢州 国民党还没派人选 传出民众党可能推进办 新发言人李友宜参战 台中第一选区已经有蔡壁如 蓝营也还没人选 而台北南松山新议跟大安 柯文哲名讲 不会去抢徐巧新 跟罗志强的选票 我一定是支持侯友宜 但是我跟柯文哲 算是在议会有四年的 共事的经验 我觉得他还蛮能听意见的 罗志强不掩饰直夸柯文哲 在民众党内参民调公布 柯文哲形势比人强之下 蓝营小鸡嘴上喊挺猴 却也继续加码有科 TVBS新闻话商品TP 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